那時候80年以前是生一場大病 全身都痛 只有頭髮不痛而已 人們問我說 看你面積不好 你到底是怎樣 就是住在家裡做的事情 他都沒有辦法認同 經常在忘記 住在家裡做都沒有人感恩 沒有人認同 這樣我要到外面的服務 還聽到上年說 用組長的雙手做環保 我聽得很高興 就這樣子繼續做下去 現在有協和才知道說 那個是生悶器 惡測 還有 煩惱 現在想辦法 想說 今年沒辦法改變什麼 看上年一本 我們三十七度度片 有一句話說 浮天山有 天啊沒有我沒有愛的人 天啊沒有我沒有失禁忍的人 天啊沒有我不能管用的人 我想想說這句話對我來說 很有幫助啊 我們的家父說 他說 我叫你叫你不出來 就像一粒死瓜 你在死瓜旁邊 索來索去 沒進入死瓜裡面 沒吃到那個甜度 都不知道好處在哪裡 沒想到說 我們現在有辦法這樣 過得這麼開心 謝謝